天气越来越暖和 早上取得也格外早 趁着时间还充裕 包一锅粥来补充一下能量 排骨提前一晚上 加一大勺小苏打 适量的清水 抓洗三分钟 这样可以更好去除里面的血水 破坏排骨肌纤维 使其更容易包熟 多清洗几遍 清洗干净 没有小苏打 可以用淀粉代替 洗好的排骨装碗中 来点姜丝 也可以换成蒜末 多来点盐 腌入味 半汤匙蚝油 两茶匙生抽 一茶匙一米淀粉 再来点现模胡椒粉 将它抓拌混合均匀 腌制一晚上 一把花生米提前浸泡一个钟 清洗干净 控干水分 装碗中 砂锅中来适量的大米 用清水洗两遍就可以了 发生米倒进来 加六小碗清水 盖上盖子 大火煮开 煮开后 加入排骨 继续将它煮开 煮开后 转小火 煲30至40分钟 期间可以将表面的浮沫撇气 30分钟后 粥就已经煲开花了 这时可以尝一尝 够不够味 不够再加盐 最后加点葱花 芹菜碎 搅匀就可以关火了 咱们的花生排骨粥就做好了 做法简单 又阴阳美味 入口丝滑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 这就是这次设计的 清水 消防 芹菜碎 分开 垂 好 敌